台湾偶像剧最热火的那几年 基本都是灰姑娘家白买王子的设定 女主角清一色凌家小妹 温柔清新 倒是男主角一个个国色天香 宛如画中人 而这里面无论怎么排 无尊肯定是不能少的 这个家境优渥的文莱贵公子 就这样在异国他乡 成了万千少女的偶像 第一部戏搭档林依晨 一拍清热戏就会脸红耳朵红 最后还要被要求现场 做林依晨大腿十分钟 汗流浃背 两人也得抱着 直到不脸红 最新的电影《我是马布里里》 无尊扮演将马布里 带到中国的职业经纪人李南 虽然酷海篮球 并曾认真立下志愿 当职业球员 但最打动他的 却是戏中人与自己相似的职业轨迹 电影表现时 你最后会不会写 我不想找人在这里 能够能够看到什么事 好,让我们来看看